一场恶战似乎随时爆发 印度公然撕毁停火协议 全建了一支巴基斯坦精锐部队 巴军将如何抉择 最近印巴之间冲突相当激烈 事态正朝着难以控制的局面发展 近期双方忙于交火 增兵 采购军备 撤离 一场恶战似乎随时就要爆发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印度一个举动或导致印巴走向战争 近日 仅在一天时间内 印军撕毁停火协议 向克什米尔时控线附近开火 导致三人死亡 三十七人受伤 随后 据俄媒报道称 印度突然不宣而战 发动袭击 还投放了国际禁用的极数炸弹 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进行长达两天的轮番轰炸 而印巴这轮冲突起始于上月底 据印度陆军宣称 当天挫败了一起巴基斯坦陆军 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渗透 据今日印度网站报道称 印度成功包围了一支巴基斯坦 驻克什米尔金瑞部队 随后 这支部队被全歼 印度还要求巴基斯坦打白起来收尸 报道强调 这是印度一次完美的胜利 不过 此报道还未被八方证实 但是承认遭遇了重挫 据悉 印度已在边境共计增兵九万 此外 罗罗斯也宣布 向印度供应大批R-27中程空空导弹 似乎将会被部署到该地区 为大规模空战做准备 在这双方冲突升级排兵布阵的情况下 已有22万民众被迫从交战区逃离 为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巴基斯坦再次向美国求援 近日 巴基斯坦总理发推表示 此前 美国领袖曾答应帮忙缓和印巴 关于克什米尔冲突 现在局势失控 是时候该出场调停冲突了 不过此前信誓旦旦的美国领袖 至于此却默不作声了 又或许是还没到时机 而印度最近一个举动 更是将冲突往战争推的节奏 印度决定取消查谋和克什米尔邦特殊地位 印度将该地区高官软禁 禁止集会 断网 关闭学校 克什米尔政治领导人就曾警告称 这将引发广泛持久的遭乱 把控克什米尔领导人更是直言 这种局势下 印度将与巴基斯坦走向战争